本节目由全新BMW5系独家冠名播出 我觉得不一定 我觉得首先要定一下什么是创新 我个人认为创新就是把原来已存在的资源进行新的组合 这个新的组合能够更好的满足用户的需求 这个我认为就是创新 所以如果在这个定义下 我觉得创新并不仅包括做到了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 也包含了一些把原来大家做过但是没有做到最好 把事情做得更好 其实我不认为创新是具有偶然性的 我觉得创新应该是说 你对事物或者对用户本质需求的一个理解 积累到一定程度 然后会自然而然产生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在时间上应该是有偶然性的 我举个例子 彭讯原来做了QQ这么多年 然后他积累了大量的用户和对用户习惯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最后这些所有的东西积累到一定的时间 然后他们才做了微信 其实我觉得创业者首先他要对 对他的世界观或者他价值观 首先要要比较正 就是他对事物的本质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 这个是我认为创新最重要的 当你对这些事物本质的理解积累到一定程度 创新自然可能就会发生 所以我觉得首先大家要去提高自己的 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理解 对用户的深入的理解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世界如此喧嚣 真相何其稀少 大家好 我是吴小波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吴小波频道 吴老师如此喧嚣 能听懂的何其稀少 大家好 我是890 我们今天要再一次讨论 当今中国最迷人 也有时候最让人沮丧的一个名词 叫做创业 我记得今年4月份的时候 我去德国参加哈诺威工业展的时候 我和德国的几个经济学家做交流 我发觉那几个德国人 大部分人对中国比较看帅 因为他们大概两三年来一次中国 大部分对中国的了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数据 所以他跟你谈的时候 跟你说中国你看 现在的地方债务平台有多少高 中国的贫富悬殊有多少的大 中国的中央财政赤字 到了怎么一个地步等等 那么我常常问他们说 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对中国未来会怎么样 有一个场景很重要 就是如果有机会 我们一起 我们到中国去 我们到北京 上海 杭州 武汉 这些城市 然后我陪你们进一个咖啡馆 然后进咖啡馆以后 按住咖啡馆里的十个人 问他们你们现在聊什么 我认为大概有一半的人 要么在聊创业 要么在聊怎么能够创业 要么在聊怎么能够投资创业 如果我们去做这个调研 十对里面只有一对 或者一对不到 百分之十的比例 低于创业的话题的话 我同意你们 中国经济肯定就垮了 但是中国今天是一个 真的全世界最热烈的一个创业的国家 我们的年轻人收看我们这个频道 百分之七十以上 是80后90后 我们要摆脱今天的命运 要买得起房子 娶得起漂亮的老婆 大部分人要干三件事 可能跟创业有关 要么你直接去创业 要么你去参与一家创业的公司 要么你有机会去投资一家创业的企业 所以创业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 每一个年轻人成长的一个关键词 那同时你看到什么呢 因为非常的热 所以创业的背后 有无穷的焦虑症在发生 我算了一下 大概有三个焦虑 第一是人的焦虑 就是创业者非常的焦虑 我记得13年的时候 我曾经到广州市去做讲座 一个共青团的干部来找我 总吴老师 我们广州市广东省共青团 最近刚刚拿到了一个数据 你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说你说 大学毕业生 毕业以后一年之内 很多人创业 90%人在干嘛呢 在送外卖 爸爸妈妈把你送到大学里 读英语 读化学 读中文 读各种各样的学科 读完以后 创业兄弟我 干嘛呢 送外卖 好事还是坏事 所以你看 创业的背后 有无数这样年轻人的焦虑症 第二呢 有一个资本焦虑症 就是不单啊 创业者很焦虑 这个搞 投资人也很焦虑 从过去的五六年前 我们知道有所谓的千团大战 突然有了 auto online offline 互联网 服务 一堆的资本 摸进去 出现了上千家的团购公司 两年前大家知道 有一个两三百家的直播 直播突然成了风口 n多的公司 冲进去 去年呢 VR 虚拟现实 今年呢 人工智能 资本拼命地在铺一些赛道 所以资本本身有焦虑 第三个什么焦虑呢 我认为 是技术有焦虑 因为任何一个 从实验室的技术 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啊 中间有很多的勾勾坎坎 有一个波段 但是当它出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在想说 怎么能够让它快速地变钱 所以去年你看 VR出来以后 就出现了VR的电影 VR的纪录片 VR的游戏史 今年的人工智能 又一堆的跟人工智能 语音识别也好 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明年我估计 基因检测的技术 又会出现一大堆的 商业性的应用 所以你看 从人的焦虑 到资本的焦虑 到技术的焦虑 中国整个围绕的创业 一大堆的焦虑 今天我们请到了熊毛资本的毛顺博 就跟我们来聊聊这个事 熊毛你好 顺博好 欢迎 非常好幸来到小博频道 谢谢 我刚才讲到资本的焦虑 您是在投资圈做了那么多年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一个做VC的人 投资人 所谓的赌赛道也好 或者投N多的公司也好 他到底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您说的很对 其实投资人是有焦虑症的 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些 我觉得投资人 就是在硅谷有个词叫FOMO 叫Fear of missing out 就叫翻译过来 可能叫焦虑 就叫错过 对 生怕被out掉 对 生怕错过 这个其实说起来 跟VC的商业模式有关系 因为VC的商业模式是说 我必须要赌到一个大的东西 或者说大家说的独角兽 我是一个去猎取独角兽的 这么一个猎人一样 我抓不到这只独角兽 可能这期基金就不能给我的LP 创造一个超额的回报 对投资人他就比较焦虑 因为他怕错过一个非常大的项目 那么对VC来讲的话 像投资上来讲的话 哪一类项目更吸引你呢 其实我们反倒是非常喜欢 这种充满争议的项目 对 因为对投资人来说 我们也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以前的能过百亿美金的项目 基本上在它初期的时候 融资都非常困难 对 这很神奇 你看我们看很多 我看原来我看星巴克的传记 看亚马逊的传记 你看京东的一些案例 基本上你们投Mobile 对 是吧 早期基本上都是不被看好 或者说充满了争议 对 后来我们想了 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 因为它往往这大的项目比较颠覆 所以大部分人看不懂 第二 可能因为人人都看好的项目 可能就做的人也很多 那你进去做的人也很多 可能你很难做很大 所以往往这些特别不被人看好 又特别颠覆的项目 最后成了一个体量特别大的项目 因为它非常的创新 然后它又就是说做的人又很少 最后它占得了先机 可能有个半年一年的先机 它跑得非常快 它就成为一个巨大的项目 对当年像滴滴 像京东这些人 其实融资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现在都成了五六百亿美金的赚资 所以这个就造成投资人更加的焦虑 说我看不懂或者我不看好 但我心里还是觉得万一呢 万一它成了 万一成了 所以很多投资人觉得说 我在早期成本比较低的时候 就像你说我要不也尽量 先站点坑 再说反正现在成本低 后面就投不起了 还进去了还退出来的 我写腾讯段的时候 当年IDG是吧 还有李泽凯 很早就进去 然后两年后退出来 现在你说起来就很沮丧这件事情 这个跟它基金周期有关 比如它这期已经快到期了 马上还钱 它是有压力的 其实真正你看去看这种 特别长线投资人 他们不太像是传统的VC 你比如说软银拿了阿里巴巴 应该是超过15年 如果它在阿里巴巴B2B上市的时候 就退出 这样它的收益是很小的 到现在真的是巨大的收益 它拿了15年以上 以作为一线的投资人 你觉得今年每年投资 创业都有些赛道 创新有些话题 如果按你来看的话 你觉得今年最被高估的一个 标的和概念是什么 创新概念 我觉得有很多被高估的 其实投资人他有焦虑 市场钱又很多 然后现在又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我所说的特殊是说 移动互联网它到了一个瓶颈 非常简单的现象就是说 手机它已经没法颠覆至创新了 大家都是把苹果做得更好一点 然后摄像头变得一个变两个 这已经三年了 对三年了 增长也没有了 苹果都没什么创新了 苹果就下滑了小时 对 这就造成了说 其实在移动互联网上再去做一些应用出来 其实蛮难了 就好像不会成P的出现了 可能就去年可能就共产单车一个 对 那如果没有头到共产单车的人 可能就很恐慌 对 然后这些创业者会觉得说 我还不如抓热点 因为热点能融到钱 所以创业者也会开始说 我就做一些时髦的东西 对吧 我就开始什么人工智能 这个无人便利店 各种共享 雨伞篮球 对 这个共享都泛滥化了 对 我昨天还拿到一个共享项目 叫共享纸巾 今天大家过来看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N多的共享 对 但这一方面你给创业者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大家就首先要搞清楚说 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 首先创业其实是在满足一种需求 你不能去做一个伪创新 对 伪创新 怎么能够迅速的判断出来说 哪种创新是一种伪创新 其实我们判断的最大的就是需求 就是我觉得伪创新的定义 它其实是提出了一些不存在的需求 它试图尝试去满足一些不存在的需求 或者说它没有去满足真正的需求 适合共享的东西有四个标准 四个标准 对 第一就是持有成本高 使用成本低 你看春天宝 其实它的持有成本其实很低 不高的 比如说小米充电宝49块钱一个 我家里一个车上一个办公室一个 其实我充电的仓 就可以了 就仓气被满足了 第二就是我们觉得是刚需 高频 这个其实在充电宝上也没有 它是个刚需 但它不高频 现在手机屏幕又大 然后我又有很多个充电宝 其实我需要共享春天宝的需求 它的频率很低 就被使用频率低 第三我们觉得就是说需求相对标准化 而不是非标的需求 这一类的适合共享 这个到充电宝倒还挺标准的 这个算符合 第四点我们觉得就是流动性好 比如说共享单车我现在骑了 我不骑了放在那 停了锁了以后 还完以后别人可以接着骑 其实它流动性非常好 我共享春天宝 我冲着冲着拿走了 走到半路我想还 其实找不到地方 你要有非常大的覆盖 才能做到这种 因为我不能随地就还了 自行车它先天的场景就特别好听 所以四点它只满足了 一点就是三点都不满足 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就不适合 那么创业者如果说 因为我们中国确实很多年轻人 每天会说你看我做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连马云老师都没想到 是吧 他当要开始创业把钱和时间砸下去之前 他要来判断说我这件事情到底靠谱靠谱 有哪种比较除了自己想以外 关在萌想以外 他有哪种通过MVP或那种实验的方式 能够迅速的能够让自己的创业项目 到底是不是伪创新 我觉得就去试 或者伪需求能够被实验出来呢 就去试 就真正去试 就是说你因为这个 这核心还是用户需求 所以你去看用户到底有没有需求 而不是因为你补贴了 对啊 因为你就像以前一个很简单的 你叫O2洗车 其实当时也是有一波 对啊 好多洗车 几十架O2洗车 对啊 但其实是 它是个伪需求 他当时的逻辑是说 我导流给这些洗车店 对 我就问洗车店收佣金 对吧 另外就像您说的 我再可能再卖点别的东西 但其实是我发现这个是不成立的 因为大家都去自己家 最附近的一个洗车店去洗车 或者我找到一家非常好的洗车店 我肯定就不想换了 我凭什么下一次还要再打开你的APP 去看看说附近还有什么新的洗车店 没有 我是没有任何动力的 这种逻辑难道 我知道像洗车这个里面 起码已经是G20一打进去了 对的 是吧 有那么多钱 是 就是那些投资人也好 创业者也好 你刚才讲的那个逻辑 可能30秒就讲清楚了 就大家确实没想清楚 因为不同的人 他的这个世界观 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也许大家的假设跟我不一样 大家的逻辑也许都OK了 但是假设不一样的情况下 推出结论就不一样 所以就是投资人 其实是非常主观的 每周一期视频还意犹未尽 赶快扫描右侧二位码 成为五小部频道新人会员 就可以每天听吴老师说万千世界了 已经有超过18万人加入会员大本营了 你还在等什么呢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创新和创业嘛 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一个关联度呢 其实是有的 就是所谓的创新呢 我认为它是把现有资源做了一些重新组合 然后它能更好的满足一个用户需求 这个就叫创新了 但这个东西可能不一定大到能够创业 其实因为投资人天天在说的这个创业 还跟普通人说我开个餐馆啊 我开个洗车店啊 这种创业可能不大一样 就是它那个可能更像一个生意 那投资人要的创业是说你真的是 风险投资所看得上的创业 那真的是九死一生 你可能最后能做到非常大的一个规模 这个是风险创业公司VC所追求的这种创业 但这种创业其实是分毛令角 就最后能成的人少之又少 像你们在15年投共享单车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也就是一个刚刚开始实验 在上海有可能某个区开始投放了一辆百辆车 开始投放 第一就是你们当初投 最早投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第二就投完到今天两年都过去了 就那个投的东西和当年有多大的区别呢 其实是没有太大区别 我们自己去看这个事情 大的逻辑是没有区别的 而且当时其实更简单 为什么 因为它当时连Lite都没有 就是最传统经典款的一个自行车 那款自行车我们看了以后 我们觉得特别的震惊 因为它其实已经不是一辆自行车 它没有链条 轴承驱动 整个轴承风在里面 四年不用上机油 这是什么概念 就跟汽车一样 然后它实性态 永远不爆炭 对吧 然后它的刹车不是橡胶的那种刹车皮 不会磨损 对吧 它是叠刹的 寿命很长 就这个车设计之处 它的设计寿命是四年 当时我们第一感觉说 这好重 对 提起来比较重 提起来很重 但是当时你想想 这个创业公司 它把这台车研发出来的时候 它账上可能还剩几百万人民币 因为几百万人民币研发这么一台车 而且用户的第一需求并不是轻 用户的第一需求是到达目的地 就有些妥证 这也挺有意思 错误的判断 对 就在于说 它觉得用户第一需求是舒服 其实不是 用户第一需求是 我有车可骑 到达目的地 这是它的第一刚需 而且骑的时间不长 因为就是两三公里以内的一个交通 所以重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随着公司的发展 它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基于当时我们对它判断说 一辆车它如果有四年的寿命 扔在街上风吹云日晒 没事 然后天天就能赚钱 我说四年如果拉那么长 这个车成本早就回来了 所以我们看创业或者创新 它有的时候会有两种跑道在跑 一种是从零到一 就是啥也没有 像共享单车也好 包括很多咱们投的TMT的 很多项目都是这样 但还有一项目是转型而来的 比如说我们这两年频道做了 我们做了七场的转型之战 大概每一场有1000多人参加 有7000多个企业家 就大家在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企业都已经在了 比如说我是做鞋子的 我是做衣服的 小企业一样 比如说服装行业面临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百货店面临很大问题 那么他们也面临通过创新 或者他们的创业已经二次创业了 其实二次创业比一次创业还要难 更难 因为你已经有包袱了 我碰到过几个投资人 就跟我讲过句话 说小波 转型的项目是不能投的 他说我应该投一个新的天使的项目 对吧 转型它会跟一个人一样 它带根尾巴在那边的 你现在把尾巴剪掉 但是你知道中国整个制造业也好 服务也好 已经有那么大的计量了 你把它所有东西都归零 所以就面临到很多产品需要通过某些技术叠加 或者某些基因注入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变革 所以我自今年去汉诺威 就我前面讲了 去跟那些经济学家讨论的那一场 我去汉诺威的时候到了博士的一个展厅 对 它那边有个东西 有个机床 然后我看1886年的 一个很老的机床 对 然后它就上面装了一些传感器 装完以后背后就有一个大的屏幕 然后这个计创所有的数据 都可以通过传感器传输到那边去 这应该是个寓意 它认为说你把一个 这个100多年前的东西 放到一个注入一些新的技术 它就有可能完成一次转型 对 那么我们最近在研究汽车行业的一些变革 汽车其实也是1886年开始有的 你看在那么多年过来以后 其实汽车本身的很多在技术上也好 或者汽车跟人的关系上也好 都在发生一些变化 对 其实你刚才讲的共享单车是个蛮好的例子 就是它不是自行车行业的人想出来的idea 它这一批可能跟自行车行业完全没有关系的人 它是从人的骑行需求角度出发 再转过来把整个汽车 把自行车行业彻底给拆招掉了 像汽车可能是一个比自行车更大的一个领域 所以它面临的可能挑战 或者面临的可能性也更多 跨界能力也需要更强 哪怕你过去非常成功的东西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市场刚刚宝马推的新5系产品 其实5系已经是45年前的产品了 但45年如果你不断进行自我突破 不断进行自我迭代的话 它是走不到今天的 到今天的时候 它必须要能够应用很多 你刚才讲的新的这种电子技术 考虑到今天的80后90后 中国或者全球年轻人的这种需求也好 道路状况以及未来的一些新能源 一些新的IT技术的变革 把这些技术能够融入到这么一个汽车产品中 它才能够不断的所谓 形成所谓的创新的能力 汽车的迭代速度也以前 从以前的那么慢到现在的相对比较快 竞争也很激烈 然后年轻人人群的升级非常的明显 比如说现在最近大家都在装CarPlay 我相信CarPlay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 因为原来我们自己导航有很大的痛点 因为车载导航它虽然很稳定 但是它没有实时路况 地图更新也不及时 但手机导航很好用 在这个方面 但手机导航又有它的痛点 就是说用了又没电了 或者发热 或者屏幕太小 怎么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呢 其实CarPlay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 它其实是把手机里面的数据 同步到了汽车的屏上 这样就解决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我就相信在车载电子方面 这个速度是在加速的 包括自动驾驶 包括其他很多的车载电子 其实汽车越来越变得像一台电脑一样 它变成跟电脑 然后跟人的体验有关系 最近宝马在上海有一个 他们原来都叫CS店 对对 它现在就叫做体验中心 你去那个店你会看到说 其实我不是来买一辆车 我是来跟汽车文化做一个交互 对 所以我有点像比如说成品 鸟乌书店 就我不仅仅是来买一本书 我是跟我的阅读体验 阅读是我生活一部分的话 我的驾驶是我生活一部分的话 那么体验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硬件的厂商它已经慢慢的提供通过服务的方式 交互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品牌能力这些东西 对 我觉得它做得非常好 就是之前其实你看那个 就中国的汽车经历的发展是从屋到游 对 就大家都想买一辆车 都想拥有一辆车 可能以前一辆车不好买 可能还有加价什么 就是消费者其实他并不在意这个体验 他可能说我们买到车就OK了 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消费升级也好 中国人民这个美人已经有了车 可能大家更关注的说 这个汽车文化是怎么样 对 你这个车消费者的体验是怎么样 除了你正在收看的爱奇艺五小波频道 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哟 微信搜索五小波频道 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时代 就可以获取本期节目的文字资料 你也可以在大头频道 媒体合作伙伴澎湃新闻 就看到本节目的精选内容 然后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创业者 会有一个问题 应该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他们会提个问题 说比如我今天开始创业 我跟风还是不跟风 这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选择 你如果问到你 你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如果他觉得他已经认为自己是跟风 那就不要跟了 就是我觉得创业其实到最后 他真的是特别热爱他所做的这个事情 热爱是第一位的 热爱是第一位的 然后他对用户的这个本质的需求 理解的非常深刻 甚至他理解到了消费者自己都没发现的很深层的需求 这样的人他才能在这个方向上一军吐起 面对技术的焦虑你有什么建议 因为现在每天你看各种各样的从最早年的 像物联网 无人机 语音 现在的人工智能 基因检测 我估计的还会有新材料 对面对这些技术所产生的不断的迭代 对我们这些创业者来讲 怎么能够形成一种比较好的心态 我觉得技术也只是一种形式 首先你要说我如何去满足这种需求 有没有什么技术我可以拿来用 这个时候才涉及到技术层面 说有没有现成的技术 或者说我自己能不能研发一种新的技术 就像单车也是一样的 这种定位技术 这些通讯技术 包括这些新材料 它其实是都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 他才去选择说有没有更新的材料 有没有更结实的 这个电池能不能更长久 并不是说我拼凑了一堆技术 说我就一定要把这些技术全用上 就像现在大家都在谈无人便利店 我觉得无人有人 看起来还并不是那么重要 到底这个便利店 它的核心是什么 到底人的成本是很高了吗 对 租金的成本是很高了吗 你这个就能改变租金 就能改变人 它是来自于人的成本的 有考虑还是来自于数据的考虑 是吧 都是有很多方面 包括你真的无人了 以现在的技术 未来肯定是无人 但以现在的技术 你只是在店里没人 会不会你因为没人造成了很多麻烦 你其实花费了更多的人去解决 对吧 因为一个人在一个店里 他承担了很多包括防盗 对吧 包括打扫卫生 整理货物 他可能也是一个小小的仓库 对 他有一个摆放补货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对 现在我来看 我觉得人的价值大于他提供的那些服务的价值 所以创业还是很多 有些是在概念 有些是在应用 也就是在兑现的一个作品 对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盛伯来参加 吴小波频道的节目 你看创业和焦虑可能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事情 但是什么是一个好的创业者呢 刚才盛伯讲的几点 我觉得很有道理 第一点就是 你得把这个事想清楚 然后呢 无比热爱这个事 考量那个标准呢 就是你 当你钱用完的时候 敢不敢把自己家里的房子拿出来给抵押掉 来干这件事 就你的无比的热爱这件事情 第一个 第二呢 要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 要能够唤醒一种需求 或者能够定义一种需求 第三呢 我觉得是跟一些新的技术潮流 新的商业模式 形成一种结构性的一个关系 当然第四点很重要的是 能够让你的焦虑和投资人进行分享 对 感谢盛伯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谢谢